Hello,大家好,这里是苗妹说电影 今天苗妹呢,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小岛惊魂》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在英国的一个小岛上,格雷斯突然从梦中惊醒 似乎梦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门外,在一片迷雾中,三个人正靠近这座庄园,按下了门铃 格雷斯打开门,以为他们是来应聘的仆人 就将他们引进了屋内 三人分别是女管家、花匠和女佣 女管家说他们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仆人 对于安排主人家的起居生活十分拿手 格雷斯十分满意 因为家中的仆人不知为何在七天前一夜间全都离开了他家 格雷斯随机分配好了个人的工作 并让他们一定要遵循关一道门再开一道门的规则 家中的窗帘也不要打开 因为格雷斯的一对儿女对光敏感 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有生命危险 隔天,格雷斯听到楼上有小孩子的哭声 他以为是儿子哭了 于是上楼查看 却发现儿子在认真写作业 女儿也在另外的房间读书 虽然觉得奇怪,但他没有深究下去 晚上睡觉的时候 大女儿跟弟弟说他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哭 小儿子比较胆小 当即被吓得哇哇大哭 格雷斯见此愤怒地惩罚了大女儿 此时烦躁不安的他听到楼上传来女佣打扫房间的声音 正准备上楼让他小声一点 却看到女佣正在屋外和女管家在一起 这时他开始相信女儿的话 家里可能还有其他人 大女儿将看到的人都画了下来 一家三口和一个老妇人 其中老妇人出现的次数最多 总共有14次 接下来格雷斯几乎找遍整座屋子 并在床底找到了一个老相册 奇怪的是 照片上的人都闭着眼睛 女管家告诉他 这是一本遗照相册 在上个世纪 人们将死人的样子拍成遗照 以期待灵魂能得以延续于世 夜里 格雷斯哄两个孩子住睡后 正要离开 小儿子问他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格雷斯只是敷衍地回答 很快就会回来 因为他也不知道 丈夫为何执意要上前线 而且一年半来也没有半点消息 正思念间 他忽然听到一楼响起了钢琴声 下楼查看 琴房却空无一人 这下他更加确定家里有脏东西 想起买下庄园前 周围似乎有一片墓地 格雷斯觉得这可能有牵连 便跑出门去寻找 想不到的是 在这茫茫的迷雾中 丈夫出现在他的眼前 但丈夫有些奇怪 对格雷斯并不亲近 在与两个孩子见面之后 他都一直躲在房间里 格雷斯一觉醒来 发现整边的丈夫早已不知所踪 与此同时 家中的窗帘全部被拆开了 格雷斯安置好他的孩子 将矛头对准了三位仆人 因为只有他们有家里房间的钥匙 他觉得就是眼前这几个人干的 尖叫着让他们离开 大女儿觉得母亲快疯了 于是决定去找父亲 走到院子里 他发现了三位仆人的墓碑 惊慌失措的大女儿忽然发现 他们就出现在眼前 并且越来越近 格雷斯这时也在房间里 找到他们三人的遗照 他一切都明白了 掩护着两个孩子跑回屋内 转身用猎枪对准他们 但丝毫不起作用 门外 女管家冷静地说 其实他们到来是想告诉格雷斯 这个屋子的新状况 还没等说完 楼上就传来了大女儿的尖叫声 格雷斯打开门 看见房间里围了一桌子人 巫婆正在通灵着 与大女儿对话 大女儿将这里的事情 全都告诉了他 原来在一周前 格雷斯因思念丈夫心气 发起风来 用枕头捂死了两个孩子 然后吞枪自杀 再次醒来后 他以为是自己做了一个噩梦 全然不知自己已经是逝去之人 三个夫人回到这里 只是因为在外漂泊太久 回到西日的庄园 好有个归宿 他们一直都想告诉格雷斯 事情真相 但格雷斯从未给过他们机会 故事的最后 新搬入的一家三口 决定搬出去 无内 格雷斯和他的孩子 正目不转睛地望向窗外 他们决定留在这里 同时准备将下一个住户赶出去 好了 今天喵妹就说到这里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哦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 不妨多多点赞 或是留言